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兰战 兰望鸡转过脸看他 抓到了 魏无羡泽了一声 对 但是嘴太严了 撬不开 大抵要他们在铃囊里反省几日才会老实招供 兰望鸡略意合手 将随便递给了魏无羡 魏无羡接过随便 笑意还没展开 就呼的顿在了脸上 眉心猛的促气 因为接过箭时 触手的指节滚烫的吓人 像是揣着一团火 完全不同于往日里微凉的触感 魏无羡伸手想要抓住 兰望鸡的手腕 你这是 兰望鸡不动声色的避开了些 暴露在火折子之下的脸色苍白 却又犯着异样的红韵 像是此刻终于放松了紧绷的精神 就连汗水都糊满了额角 将汗湿得碎发沾得黏糊糊的 兰望鸡倒退一步 身形确实有些晃动 仿佛低难一般道 无事 抓到就好 我们尽快 上去 然而他还没说完 双眼就不舒服地闭了起来 仿佛被昏沉的大脑支配 撑不起身体 没心灵得几紧 魏无羡猛地扑上去 扶住了兰望鸡 果然触碰到的地方 隔着衣衫都烫得厉害 像是抱着一团火 魏无羡惊惊恶地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你发烧了 而且还烧得格外厉害 烫手得几乎都不能碰 兰望鸡轻轻地摇了摇头 身形轻微摇晃 无事 我们走吧 魏无羡急到 走什么走 先给我看看 你何时开始的 果然换腰的伤口没那么简单 虽是没脆毒 但仍是弄得兰望鸡伤口发炎 从而引发了高烧 怪不得兰望鸡从救他入洞开始 并一直靠着十眼不动 就连跟他牵手的时候 都手心烫得厉害 他一直在忍着高烧的难受 又无灵力疏导 自然身体受不住 便只能闭目养神挑戏 魏无羡急扶着他靠到了十眼处 你为何不跟我说 兰望鸡促紧眉心 呼吸都在发烫 但仍是缓慢道 你灵力尽能保一人 不必用在我身上 虽然明白兰望鸡是为他好 但魏无羡还是怒从心头起 什么叫不必用在你身上 你这么一直烧着 不难受吗 兰望鸡声音还是淡淡的 却轻得过分 其中且掺着几丝呀 无妨 休息片刻便好 魏无羡知道 他肯定难受的厉害 不然这么一个 平日里 从不示弱的人 怎会忍不住在他的眼前 暴露了这副脆弱的模样 鲜长的节语颤颤的搭在眼尖处 苍白的脸色透着些许不自然的粉 搏梗出全是汗 散乱滚烫的鼻息 从微颤的唇半里溢了出来 听着满是忍耐的喘息 但他的手还是死死地反抓住魏无羡的指节 半点胃松开 魏无羡在唤他 却未再得到一声回应 像是烧昏了头 但嘴里仍是极轻的喘息低难着无事 都是未到十八岁的少年 纵是在沉稳 会疼会发烧 也会难受 魏无羡这下急了 在自己的乾坤袋里翻了半天 却未翻到半瓶退烧的药 除了一团被褥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外 翻不出别的东西 妈的 他烦躁地将乾坤袋一摔 拨开乱七八糟的东西 拽着被褥便将蓝旺机裹了起来 等到胡乱一通过了以后 魏无羡才发觉哪里不对 慌张地又把被褥掀开 帮蓝旺机解开万一 汗水早就尽失了衣衫 在地道这种冰冷的地方 为了不让自己察觉异常担心 他就一直这么难受的装作并无异常 和自己平静地思索对策 甚至还任由自己胡乱闹腾 魏无羡越想越难受 将蓝旺机的外身抱了开来丢到了一边 整个人用被褥将蓝旺机小心地包裹住 然后紧紧地抱在怀里 亲近的少年指节微微颤抖 鼻息肩满是压抑的喘息 富裕的檀香味 现在都染上了一丝病气 魏无羡看得心都揪起来了 手忙脚烂地擦蓝旺机的额头上的汗 然而实在是烫得厉害 想来无法自然退去 魏无羡便握着他的手腕 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灵力 谁要自保了 魏无羡愤怒地贴着蓝旺机的脸庞 咬牙气迟到 海宝一人 你的命不要了 蓝旺机你当我是你什么人 我就是要给你输灵力 要出去一起出去 想来那两只妖 现在也不会轻易松口 便不能再将弱点暴露于妖前 蓝旺机滴滴地喘了一声 似是恢复了几分意识 睁开视线朦胧感的淡色的眸子 魏英 他嘶哑着嗓子 轻轻地推了推魏无羡 周眉道 先别碰我 会传染 魏无羡简直要气笑了 他把被子一掀 柔软的躯体紧着李衣便钻了进来 像只八爪鱼一样 缠住了蓝旺机的身体 毫不介意怀里如同火炉般的滚烫 用此刻略显冰凉的身体来帮他降温 灵力如同泉涌一般 顺着四只白海往他身上涌 让蓝旺机拧紧的眉心都舒展开了些 喉间溢出一声极精的嘶哑低吟 像是终于开始运转周身的灵力 如同冰水浇灌火热一般 浇得四只都没那么难受了 蓝旺机下意识地想要推魏无羡出去 却被那人死死地摸住了手腕 魏无羡眼眶都红了 又急又气 怒喝道 不许动 蓝旺机被他喝得愣了一下 下一瞬就察觉到 对方的手掌顺着衣衫钻了进来 毫不嫌弃地用自己光罗的肌肤紧贴着汗湿的躯体 用相处的肌肤给他输送灵力 紧贴的胸口仿佛能感知到对方跳动不已的心绪 蓬勃有力 却有温软异常 直直地往他怀里钻 捧着一颗真心赤诚无比 蓝旺机难受地咳嗽了一声 闭开脸 魏英 在乱动 魏无羡将他抱得更紧了 将着他的面庞往自己的脖拱出岸 我俩就在这好一辈子 我们俩就在这种地方 我俩就在那儿 这就是一个白鸾 好不好 我俩就在这种更好一样